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在大概好幾年前就已經註冊了我的微博抖音還有bilibili的帳號 那如果還沒有follow我的微博bilibili抖音的朋友呢也趕快去follow 一直到我被封鎖的那一天 各位好 這是眼球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 歡迎您走進本節的新聞直播間 我是主播是網膜 各位觀眾 如果您是住在三峽二三十歲的年輕上班族 8月23號跑到三峽區愛國路上買彩券 請不令寄信到本台信箱與我們聯絡 我們可以交個朋友 謝謝 緊接著來看新聞 第32屆金曲獎頒獎典禮在本月21號圓滿落幕 不過金曲獎的腳步走得太前面 倒是喜歡用獎項來肯定那些思想創新取風多變 又勇於突破框架的創作者 導致太多民眾抱怨得獎的人都沒有聽過 應該請主辦單位以後直接重複頒獎給上一屆的得獎者 像是這一屆的最佳信人獎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示範 因為得獎者的名字甚至根本不是中文 Best New Artists 得獎的是 壞策 以獨特音樂語言和唱腔展現感動面 我是在體制內不斷努力往前跑的那種學生 然後我其實今年才畢業 我今年才脫離那個體制 然後20歲當我感到迷惘的時候 感到困住的時候 我選擇休學停下來聽自己的內心 那是別人不理解的決定 但過了五年回頭看 那段停滯的時光是我人生改變的開始 脫離體制到底是什麼樣的體制呢 事實上壞特所謂的體制就是他剛完成了醫學院的學業 並且通過了兩階段的醫師國家考試 已經算是一位準醫師 正當大家忙著恭喜壞特得獎之際 曾經以POWER語錄宏級一時的台大政治系教授李希坤卻發文質疑 準外科醫師獲得金曲獎最佳信人獎 你放心給他開刀嗎 壞特的專業是醫生 他想轉入歌壇當然OK 想要堅任醫生和歌星 我們社會將要損失一位可能卓越的醫生或歌星 卻是多了一位一定不快樂的平凡人 這李P說的是很有道理 醫生就好好的當醫生當什麼歌手呢 更別說有些醫生還喜歡搞政治 要是當初柯文哲專心當醫生參選台北市長的李希坤 就不會慘敗了 廣東的醫師孫文要是專心搞革命 不要兼差當醫生革命也不會花了11次才成功 套一句李教授說的話 醫生獲得國父的尊稱 但你放心給他開國嗎 我放心 雖然有的醫生不務正業 讓人不敢給他開刀 但是中華民國總統香蔡英文遇到醫護人員就顯得十分專業 本月23號香蔡英文公開施打國產高端疫苗 現場除了有大批醫護包圍待命 負責施打的護理師也在注射之前 讓攝影師們一次拍個夠 我現在找了一個貢獻的空間 一個遊戲公司正確認 非常感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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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